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托马斯 阿奎纳是他家乡的名字 不过如今人们通常都用阿奎纳来称呼他 五岁就被送进修道院学习神学 一辈子除了学习神学 就是教授神学和写作神学 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 阿奎纳的人生经历虽然乏善可陈 但是他的思想绝对是博大精神 他是那个时代最博学也最勤奋的学者 广泛吸收了基督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和古典哲学的思想资源 在不到五十年的人生里写下了数量惊人的著作 他的全集如果都翻译成中文 大概要有三千万字 1274年 阿奎纳死后 天主教会因为他的博学和对神学的杰出贡献 把他封为圣徒 大约三百年后 又封他为天使博士 是所有天主教教育机构的守护圣人 在阿奎纳的所有作品里 神学大权篇幅最大 最有名 也最有影响力 1545年举行的天主教大公会议 也就是天主教最高等级的会议上 神学大权享受了和圣经并排放置的殊荣 这本书的影响力不仅在天主教内部 他对整个西方的思想文化影响深远 比如在文学上 但丁的名作神曲 就被人们誉为诗歌体的神学大权 阿奎纳写神学大权的本意 是给学习神学的学生当入门教材 所以他用非常系统的方式 讨论了神学知识的方方面面 不过 这本教材的体量却非常恐怖 如果翻译成中文有500万字 据我所知 神学大权的简体中一本 从1998年就开始准备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只出版了不到三分之一 面对这种体量的著作 我的解读肯定没法面面俱到 在这期音频里 我来跟你分享三个主题 首先 我们来看看阿奎纳最大的理想 就是把基督教的信仰和哲学的理性 完美融合起来 之后的两个部分 我们来看看 神学大权里最有名的两个学说 一个是阿奎纳对上帝存在的证明 另一个是他的自然法理论 首先我们来说说 阿奎纳如何努力把基督教信仰和哲学理性 融合起来 对神学家来讲 信仰和哲学的关系一直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信仰的一切前提都来自神的启示 所以特别强调权威的重要性 不管是圣经的权威 还是教会的权威 对于神学家来讲 有些前提就算很难理解 也不能挑战 比如说 圣父 圣子和圣灵 是三位一体的 再比如 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 他曾经死而复生 和神学相比 哲学的一切前提 都是人们能够凭借直觉和理性认识的东西 对于哲学家来讲 凡事都可以问个为什么 也就不讲究诉诸权威 正是因为哲学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特征 神学家通常都对哲学保持警惕 很多人还非常明确的反对哲学 比如圣经新约很多篇幕的作者 使徒保罗就曾经警告信徒 要小心哲学诱惑人们偏离上帝 公元二世纪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 在这方面更是走到了极端 他反对用哲学讨论关于信仰的问题 认为哲学和信仰根本对立 毫无关系 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上帝之子死了 这完全可信 因为这是荒谬的 他被埋葬 然后又复活了 这确定无疑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这句话后来被人概括成 因为荒谬 所以相信 阿奎纳之前的神学家 就算是借用一些古代哲学的资源 也主要是利用柏拉图主义 比如说奥古斯丁 因为柏拉图主义主张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外 还有一个理念的世界 他们还主张灵魂不朽 人要努力让灵魂与肉体分离 这两个学说都和基督教强调来世的基本倾向非常契合 但是阿奎纳却努力把古代哲学的另一个代表 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教信仰融合起来 这非常困难 因为亚里士多德更关注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 而且认为灵魂与肉体总是结合在一起的 亚里士多德一度被认为对基督教信仰构成了威胁 教会曾经禁止在大学里公开教授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但是阿奎纳却用自己渊博的神学和哲学知识 把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信仰无缝衔接起来了 阿奎纳的策略就是强调理性和信仰之间没有冲突 因为人的理性也是上帝给的 上帝给人理性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 更好的认识关于上帝和这个世界的真理 说到底真理只有一个都来自上帝 因为上帝不可能自相矛盾 所以他岂是给人的神学真理 与人用理性认识的哲学真理也必然和谐一致 神学和哲学只是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同一个真理 神学是从上帝的启示出发 自上而下的理解整个世界 而哲学是从人的自然理性出发 自下而上的理解这个世界和上帝本身 阿奎纳一个很有名的主张就是真宗教就是真哲学 真哲学也是真宗教 神学大全非常独特的写作方式也是神学与哲学的完美结合 这部书分成三大部分 分别讨论上帝 人以及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介耶稣基督 每个部分里面分成不同的问题 每个问题下面再分成不同的条目 也就是一个大问题里面包含的一系列小问题 阿奎纳一共讨论了631个问题 把这些问题分成了3125个条目 在每一个条目里 阿奎纳又进一部分成了五个内容 首先是提出一个质疑 然后给出质疑的理由 第三个是与前面的质疑相反的考虑 总是用但是引领 第四个内容是对质疑做出的回答 也就是阿奎纳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第五个是对质疑的理由做出的答复 从这个结构我们很容易看到 阿奎纳是非常喜欢论辩的 而且她的论辩完美结合了理性和信仰 她除了直接讲道理之外 还大量引用圣经 之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观点 来支持正方或者反方的观点 读她的著作 我们不得不叹服她思维的缜密 和考虑问题的周全 这么说还有点抽象 下面我用神学大权整本书的第一个问题 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问题就是神学的性质和范围 也就是讨论神学和哲学的关系 这个问题下面包括了十个条目 比如说神学是否必要 神学是不是科学 神学是一门科学还是多门科学 神学是思辨的还是实践的等等 在第一个条目神学是否必要下面 阿奎纳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除了哲学之外 我们似乎不需要别的学问 而质疑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 人不应该试图认识超出理性的东西 而哲学已经包含了理性范围内的所有知识 第二 任何学问都是关于存在的 而哲学讨论所有关于存在的内容 甚至包括关于神的内容 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里面 就有一部分是神学 这之后阿奎纳的但是来了 他指出圣经是神的启示 不属于哲学的范围 因此看起来神学既独立于哲学又很重要 再往后 阿奎纳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他的回答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上帝启示的真理和人用理性认识的真理是一样的 因为凭借理性认识真理非常困难 因此为了人的救赎 上帝同时用启示将真理告诉人们 最后阿奎纳回应了前面的质疑 首先对那些超出理性的事物 既然上帝已经启示给人了 人就可以凭借信仰接受 所以神学还是有必要的 其次 各个学科虽然都要认识存在 但是因为哲学和神学的认识方式不同 所以属于不同的学科 神学并不从属于哲学 到这里阿奎纳再结束了全书三千多个条目里的第一个 怎么样 阿奎纳的这种写作方式是不是让人有点目瞪口呆 阿奎纳就是用这种看起来非常机械的方式 不厌其烦的回应了基督教神学里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 神学大全绝对是一部名不虚传的神学百科全书 不过这种写作方式并不是阿奎纳独有的 而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典型特征 说到这儿 我给你稍微解释一下经院哲学的意思 这种哲学是11世纪在修道院里兴起的 延续到大约16世纪末期 是中世纪流行的哲学研究方式 经院哲学的特点就是特别重视论辩和细致的概念区分 不管是在学校训练里还是在神学家的作品里 这种气息都非常浓厚 这种风格非常类似今天的辩论赛 一般都是针对一个可以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论题 双方各自选定一个立场 然后各自给出理由 我得承认 经院哲学的这种论辩读多了 确实有点机械和乏味 而且经院哲学家们真的会讨论 像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几个天使跳舞 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 不过像阿奎纳这么清晰的论述 每次少读一点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于训练思维的清晰和缜密也很有帮助 那接下来我们抛开阿奎纳这种令人生畏的写错方式 来看看神学大权里最著名的两个理论 先来看看阿奎纳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在阿奎纳之前 关于上帝存在最有名的证明 是11世纪的神学家安斯尔摩提出来的 他的这个证明其实想说 上帝的存在根本不需要证明 只要我们理解了上帝这个词的意思 就同时知道了上帝必然存在 安斯尔摩的这个证明只有两个很简单的前提 大前提是 上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你不能想象比他更伟大的东西 小前提是 如果一个东西既在现实中存在 又在思想中存在 那么它就比仅仅在思想中存在更伟大 好比说现实的拥有一百块钱 比仅仅在思想中拥有一百块钱更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上帝作为那个不能想象比他更伟大的东西 一定同时存在于思想和现实之中 所以上帝是存在的 不过阿奎纳认为这个证明并不成立 在他看来 这个证明里的两个前提都存在问题 首先只要不信仰上帝的人就不会同意大前提 他们肯定不认为上帝就是最伟大的东西 那个小前提 现实中存在的东西比仅仅存在于思想中的东西更伟大 也不是确定无疑的 因为我们不能用思想本身来证明现实 比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完美的公园 但是这个公园并不一定能够在现实中存在 随后阿奎纳提出了自己 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他的证明不依靠概念分析 而是要通过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验观察 从身边非常熟悉的事实出发 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而且阿奎纳不是提出了一个 而是仪器给出了五个这样的证明 这也是阿奎纳想要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和基督教神学完美结合的一个典范 第一个证明是从运动的角度提出的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事物处于运动之中 阿奎纳像亚里士多德一样 认为所有运动的东西都是被推动的 A运动是因为B的推动 B运动是因为C的推动等等 这个序列不可能无穷倒退 所以就必然要有一个第一推动者 这就是上帝 阿奎纳的第二个论证是从原因的角度给出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原因和结果的序列 原因必然先于结果存在 一个事物不可能是自己的原因 否则它就必须要在自身之前存在 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同时就像运动一样 原因的序列也不可能无穷倒退 这样就必然存在第一原因 它仅仅是原因 而不是任何东西的结果 这个第一原因就是上帝 第三个论证 是从可能性和必然性的角度给出的 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物 既可能存在又可能不存在 比如说 假如没有我父母的结合 我就不会存在 所以我的存在不是必然的 而只是可能的 跟这些可能存在的事物相反的 就是必然存在的东西 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可能存在 也可能不存在 那么就有可能存在一个时刻 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 假如有一个时刻什么都不存在 那么现在也不会有任何东西存在 因为从不存在里面 不可能产生存在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显然是存在的 所以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必然存在的 这个必然存在的东西 就是上帝 第四个论证 是从不同事物的等级出发的 我们看到 有些存在 比另一些存在更真实 更好 比如健康比疾病更好 一个完美的建筑 比一座摇摇欲坠的威房更好 而每一类事物里面 最高的就是这一类事物的原因和标准 上帝就是真善美这些序列里面最高的那个 阿奎纳提出的最后一个论证 是从事物的目的出发的 按照他的看法 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有目的的 而不是随机的 不管是水火土气这些基本元素 还是植物动物和人 比如说水总是往低处流 而人总是追求他们认为好的东西 如果没有预先的设计和指引 万事万物 不可能全都按照确定的目的行动 所以一定有某个设计者创造了他们 这个设计者就是上帝 我得承认 这些论证如果仔细推敲 其实都不难发现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论证里的前提 一切运动都是被推动的 早已经被牛顿定律否定了 在比如第二个论证里 就算一个事物不可能是自己的原因 就算原因和结果的序列不会无穷倒退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为所有的原因最终都归于同一个呢 为什么不能存在好几个第一原因呢 此外 这五个论证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就算他们能证明 宇宙里有第一推动者 有第一原因 有必然的存在 有最高等级的存在 有万物的设计者 但他是不是基督教里说的 那个全知全善全能的上帝 那个关心人类救赎的上帝呢 这个用哲学的方式推论出来的上帝 是不是就是神学家关心的那个上帝呢 不过就算阿奎纳的这些论证 在今天看起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他们还是对西方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在中世纪神学里 开创了从自然入手 来证明超自然的上帝的一整套思路 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神学的思路 这套思路不仅没有被后来的 现代神学和哲学讨论放弃 甚至还影响了包括牛顿和巴特勒 在内的很多现代科学家和哲学家 即使是今天 依然还有神学家和哲学家 在争论阿奎纳的这些论证 是不是成立 是否有其他方式 可以完善他的这些论证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阿奎纳思想里 另一个非常著名的话题 就是他的自然法学说 自然法顾名思义 就是说除了人制定的法律之外 还有一些法律 是不依赖人的意志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自然法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学说 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 当时就有人提出法律有两种 一种是人制定的 可以修改的 另一种是自然或者神制定的 不能更改 如果违反了人的法律 只有被人发现才会受到惩罚 比如说罚款或者进监狱 但是如果违反了自然法或者神法 就算没有人发现 自然或者神也一定会施加惩罚 比如说在希腊人看来 禁止乱伦就是一条自然法或神法 如果乱伦生出来的后代 很可能就会有缺陷 那就是自然或者神对人的惩罚 自然法的学说 在斯多亚学派的哲学思想里发扬光大 后来又和罗马法基督教的律法思想 结合了起来 到阿奎纳的时代 自然法理论已经有了超过1600年的历史 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传统 而阿奎纳最大的贡献 就是重新梳理和整合了 这个非常复杂的自然法传统 给了不同的法律 一个清晰的定义和秩序 阿奎纳首先提出了一个 对所有法律的定义 他认为法律就是为了公共利益 由共同体的管理者制定 并加以公布的理性的命令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法律定义 里面包含了四个要素 第一个是公共利益 强调法律关心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利益 而是整个共同体公共的利益 第二个要素是法律由共同体的管理者制定 也就是说法律需要依赖公共认可的权威 第三个要素是公布 强调的是法律要具有公共性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而不是悄悄或者私下运作 最后一个要素是理性 就是说法律的规定应该是合理的 而不是任意的或专断的 在给出了这个法律的普遍定义之后 阿奎纳根据不同的来源和应用范围 把法律区分成了四种 永恒法 自然法 神法 和人法 永恒法是阿奎纳眼中的上帝 这个最高的统治者和立法者 用自己的理性 为了整个宇宙 这个最大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制定了法律 因为上帝是永恒的 在他那里没有时间的流逝 所以他的法律就是永恒的法律 永恒法是指导宇宙万物的规律 阿奎纳把他们比作一个艺术家头脑中的蓝图 我们不能直接看到艺术家头脑里的想法 但是可以通过他创造出来的作品了解蓝图 阿奎纳说 人们也正是通过世界上的事物来认识上帝的永恒法的 就像人们通过世界上的事物证明上帝存在一样 在他看来 所有其他的法律说到底都要依赖上帝的永恒法 不可能与这些法则矛盾 接下来的第二个层次是自然法 阿奎纳说 作为人 我们正是通过自然法来认识上帝的永恒法的 自然法是上帝永恒法在人类理性上的印记 是人通过理性 为全人类这个共同体的利益颁布的命令 阿奎纳认为 除了人之外 世间万物都没有理性 只能按照上帝的永恒法运行 而不可能认识和反思上帝的永恒法 但是人拥有理性能力 可以认识永恒法和自己的本性 从而给自己颁布法律 这就是自然法 自然法的基础只有一条非常简单的准则 趋善避恶 说的就是所有人依靠自然本能 都会追求在他看来好的东西 避免在他看来坏的东西 这条基本的命令 如果展开来看 就包括了要保存自己的生命 通过繁衍后代保全人这个物种 维持共同体的正常生活等等 因此 杀人 乱伦 偷盗 抢劫这些行为 就明显违背了自然法 是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都应该禁止的 第三个层次是神法 神法是圣经里面记载的 由上帝直接向人颁布的法律 包括了旧约里面的法律和新约里的法律 旧约里的法律是上帝对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 和犹太人的领袖摩西颁布的 比如说犹太人要守安息日 要进行割礼 还有著名的实戒 而新约中的法律 就是耶稣基督宣告的恩典的法律 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到拯救 并且要遵守教会的圣礼 比如洗礼 圣餐 告诫等等 在阿奎纳看来 这些神法与永恒法和自然法是完全一致的 类似于前面提到的神学与哲学的一致 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好奇 既然是一致的 那有了永恒法和自然法 为什么还需要神法呢 阿奎纳认为 人的理性还是有限的 只靠人的理性去认识永恒法和自然法 还是有可能会犯错 比如 有些民族就不认为偷盗和抢劫是错误的 因此神会直接向人颁布法律 用这些法律来直接指导人的认识和行为 另外阿奎纳还认为 神法与自然法在侧重点上也有所不同 自然法主要着眼于人们的共同生活 而神法主要是为了人在来世能够得到拯救和永生 阿奎纳讨论的最后一种法是人法 这个也被称为实定法 就是有某个具体的人类共同体里的权威 不管是国王还是全体公民制定的约束这个共同体的法律 之所以需要人法是因为阿奎纳认为 不同的共同体会面临不同的生活环境 发展阶段经济状况等等具体的情况 需要更加具体的法律来规范共同生活 如果说前面三种法律都必然是正确的 那么到了人法这里 按照阿奎纳的看法就可以区分出好的和坏的法律了 依据永恒法自然法和审法制定的法律就是好的法律 而违背了这些更高法律的就是坏的法律 严格说来 在阿奎纳这套论证里坏的法律就根本不是法律 因为根据法律的定义 如果某些人定的法律违背了更高的法律 也就违背了人类的普遍利益 这样阿奎纳就既给了人间法律一个确定的根据 又同时给人们提供了反对现有法律的理由 到这里我就为你梳理了阿奎纳的自然法理论 虽然这个理论被大家习惯的叫做自然法理论 但其实包括了由四种法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 阿奎纳也因为提出了这个系统 而成为整个西方自然法传统 2500年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这个理论不仅影响了霍布斯 洛克 卢梭 这些现代哲学家 甚至直到今天也依然是法学和政治学里的一个重要流派 好 到这里阿奎纳在神学大权里面几个核心的思想 我就给你解读完了 再来总结一下本期音频的几个要点 首先 阿奎纳是整个中世纪哲学和神学思想的巅峰 他试图完美融合信仰与理性 特别是把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信仰做了无缝对接 完成了基督教思想史上的一个壮举 第二 阿奎纳试图从观察我们身边的自然现象入手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开启了基督教里的自然神学传统 第三 阿奎纳继承和完善了历史悠久的自然法传统 把这个理论发展成了一个包括永恒法 自然法 神法和人法的完整系统 对现代和当代的法学政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